我们的公司叫北京四方季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是做专注于电力系统的保护和自动控制的 有20年的历史 我们在中国的市场大概有20%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份额 在书店 配电 还有发电以及工业里面都有很多这样的经验 应该华为作为中国非常领先的一个ICT的厂家 我们跟华为的合作应该是有很长的历史 因为在我们的工程中会大量的使用计算机 网络等等这样的ICT设备 那么很多都是华为公司来提供的 特别是最近这几年中国的电网建设的速度很快 我们在调度中心和编电站里边都大量的使用华为的交换机和计算机的设备 作为中国的ICT企业可能有我们中国的传统 它对于中国的客户的反应速度是非常的迅速的 那么我们也有很多发展中的一些定制化的需求 那么华为在这方面它的支持是非常的全面的 另外华为本身也有很多先进的技术 是十阶级的先进技术 对于我们整个电网的控制系统的提升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实际上电力系统它是一个资金密集性和技术密集性的企业 在技术方面除了电力系统本身的一些专业发展以外 ICT基础的支撑是它的一个重要基础 我们会随着智能电网的发展新能源的接入 那么会有大量的数据这个要去处理 在通信方面也需要有大量的设备去应对这些大量的数据 所以ICT的支撑对电网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我们很看考这个行业我们与华为能够去深入的合作 与华为的合作可以从两个方面 一个是在技术层面的合作 因为华为在通信技术方面积累了很多高速处理的知识 这方面的技术 我们在电力的控制系统里面也需要这类的技术 这是相通的 另外就是华为在全球市场的开发和国际化方面 是走在很多中国公司的前面的 像我们这样的企业在开展国际化的时候 可以与华为去合作 加速我们的国际化进程